歡迎收看上次關心電影的雲林新聞 小宮本身高中 為了要跟學生了解媽媽的辛苦 特別在目前的健康來基盤轉好的體驗活動 學生對一陣子來跟學校開始 就一直將這包排在的心想 不論是向體育科和家室家中等都要排列 和學生來體驗做媽媽懷胎十個月的辛苦 學長也親心拍攝做醫生 在每一隻學校的學校來替學生做三件 規定的答案是很重要 是學校文身高中在每一集進展 整個一項很特別的體驗活動 學校要每一隻學生把細胞排起來 從頭再來學校就開始體驗有新的規定 這項活動對每一隻學生來說都很特別 我們的構想是 懷孕是有一個流程大概十個月 所以我們有設計一個表格 一天有八節課 每一節下課就代表過了一個月 每年文身高中 所基本的母親節學生都不一樣 今年經由輔導室的老師 製造一項體驗有新時 每一個月都會讓學生一項一項完成任務 體驗媽媽懷胎十個月辛苦 我覺得這樣的活動可以讓學生去體驗到 我們媽媽們懷孕的時候那個辛苦 因為他們會遇到說上廁所的時候 或者是睡覺的時候 待會中午睡覺要爬著睡 還有體育課的時候 讓他們懷孕 揹著這個包包 這麼辛苦 那就可以理解說 當我們生生的時候 懷孕的時候 也是這麼的辛苦 以往就是只能少部分人參加 很多人都無法真正參與 然後這次活動透過每個人都揹著書包 體驗媽媽的辛苦 然後這樣每個人都可以體驗到辛苦 也可以感受到媽媽的 就是在懷孕我們的過程 我覺得這活動也是 也為我們那個點起 我們體認到媽媽的一些 就是當初懷孕我們的時候 那過程的艱辛 然後就是 那就是 中間那些一些辛酸還有一些 心路歷程 文心高中校長有努聖臨 也讓學生做會參與活動 來做一天的醫生 在每一支下課時 都在福島市 來到這裡的大股島學生做檢查 那我們整個流程 是讓孩子知道 懷孕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看醫生 因為一定要找婦產科醫生 把保護嬰兒娃娃 他的一個健康的成長狀態 另外因為我們總不能當孕婦的人 都是做的啊 或者贊的啊 也不知道保養自己 所以呢 我們又請我們體育老師 來做孕婦招 讓孩子也知道 說當媽媽的 要能夠有健康的孩子 自己的身體都要照顧好 文心高中的學生 在今天幾天 無關是去上體育 或是睡中島 都要像這樣 排到自己的細胞 他們說這樣 雖然很麻煩 但是想到媽媽 是真的要排十五個月的時間 他們都很願意 來做這項體驗 記者臨健康 採用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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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